有个很重要叫 不配幸福的感觉 就她每次幸福的时候 她就觉得亏欠别人 她给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是 我其实没有资格得到幸福 甚至在这个情况下 张婉提都看不到自己的优点 她那么有能力 她处理事情 可以比很多人处理 这些优点她都看不到自己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 我很想告诉她 你是完全值得幸福的 你看你在过去 比较艰难的岁月里 撑起了一个家庭 改变了生存处境 并且你用能力 在北京由你自己的事业发展 你现在能照顾你的妈妈 所以你已经完全值得幸福了 她是要重建我值得幸福 我可以值得别人来好好爱我 你宋宁峰爱我 就是因为我很优秀 而不是我需要来乞讨你的爱 她只有这样子 她才能够自己是幸福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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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是听你们这段聊下来 我现在越来越担心张婉婷 担心张婉婷的原因是因为她遇到了宋宁峰 她都拿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她忍受你 爱你 然后包括所有的一切 她都理解了 所以你才得到了这个 但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你可能永远得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害怕的是张婉婷就永远 用这一套模式走下去了 对 这个观察非常敏锐 对 因为有的时候人是要跌到 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就觉得不得不敢 她现在没有到不得不敢 嗯 但是如果管用的话 她不会跟宋宁峰走到这一步 因为宋宁峰所有的回答 现在全部都是理解她的 对 对 对 但她来这节目了呀 她们关系是拧抱的呀 就是一个小孩 她用作弊的方法得到高分 而由于我爱你 我也给你高分 所以你永远改不掉作弊这个习惯 这个比喻好 对 可是你直到你有一天 你发觉作弊得不到高分 你才能改嘛 可是没有人会告诉你 我其实是很心疼她 我知道那个问题在 但她确实需要一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她们参与这个节目 最大的好处是 当节目上线 她看到我们这一期一期的 走下来之后的话 她会看到一个第三方视角 我是真心觉得 我们的节目 希望能够心疼她的同时 我们其实希望给观众 有些解决的方案的 可能偏理性一点 但我们努力在做这个事情 对 因为有更多的人 会看到这个节目 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 像这样的人 我们很多话 我都是在想说 我是讲给这些人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 哭穷的父母 所谓的哭穷就是 家里其实没有那么穷 那他跟你讲 你看我都不吃吧 都给你吃吧 我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你吧 你要怎么怎么样 哇 这个压力好大 对 你有这样的父母 你其实也会觉得 我好像就不配得到好东西 你看我好东西 是别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你怎么做 我给的建议就是 谢谢 是你给了我很好的东西 我现在肯定你 但你要学会切割 是的 我感谢你了 但我自己 可以继续去努力 可能我们的方法 只是其中一种 也许你会找到其他的方法 嗯 嗯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 基本上人生就是这样 大部分的问题 都只能靠自己解决 对 对 对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 应该都听过那个 鱼头的故事吧 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吃鱼头 然后结果把鱼肉留给儿子 然后妈妈骗儿子说 是因为我喜欢吃鱼头 然后直到妈妈临终的那一刻 小孩给他的鱼头 他才说其实我这辈子 从来就不爱吃鱼头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我长大了以后 我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 不寒而栗的故事 但是我想问问王老师 如果你就真的遇到了 这样的父母 是 怎么办 我跟我妈是真有这个互动 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妈 做了扎排骨 我妈就说她想要吃 靠骨头的那边 因为她觉得那边比较香 我说我不信 你不要跟我来玩鱼头那一套 她说我是真的喜欢吃 靠骨头那边 她说我是真的喜欢吃 我就说这样 一人一半 就不给她吃 骨头那边我一半 鱼头那边我一半 鱼头那边我一半 肉你也一半 肉你也一半 我说你不要等你八岁九十岁的时候 给我来一套回马枪 说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喜欢过 吃骨头的那边 然后她也笑了 然后她也笑了 我也笑了 那你妈妈说不定 真的想吃那一块 没有可能 那至少你也给我一半 那肉你也吃一半 对不对 那肉你也吃一半 没有人说每个人 都要吃自己喜欢的 这个事我也看过 很多人都是自己做了父母以后 才会跟自己的父母和解 因为你没做父母之前 你其实是不能想象 为什么要把鱼肚子给他吃 我做了父母以后 我就能去理解 那些所谓的 自我牺牲式的父母 区别就在 有的父母会拿词 作为要挟你 对 有的父母不会拿这个东西 来要挟你 对 我跟所有父母讲 不要要挟 你自己要做 师父们就牺牲了 要挟是你父母做错了 所以给予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行为 其实没有问题 而是背后的那个念头 对 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如果无怨无悔的 一直对小孩好 父母也会有委屈感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应该 适度调整 就比如说孩子 你小时候当然给他吃鱼肚 到了中学了以后说 妈其实爱吃的也是鱼肚 比如说小孩子都喜欢吃鸡腿 那我自己也爱吃鸡腿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没鸡腿吃了 对 然后我有一次往回家 我儿子就给我留了一个鸡腿 然后我就跟他讲 儿子我特别感谢你留鸡腿 他说其实对我来讲 他说我的确也爱鸡腿 但如果我吃鸡胸肉 没有像你那么介意 我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里面没有形成说牺牲感 对 那个爱流动起来了 对 所以我们要让爱流动 而不是说你给我 我一定要回报你 我要回报不了你 我就压力很大 绝大部分给你爱的人 给你帮助的人 都是你帮不了他的 是的 这句话说得真好 因为他能帮助你 就说明他比你强 你帮不了他的 你怎么办 你帮助比你弱的 是 我觉得这个爱的流动很重 是 特别好 我特别想往下看 往下看 我觉得这个他妈妈来了 会不会是一个炸弹 不晓得 来我们看吧 太着急了